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疯了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陈温城市建 回到台湾之后 那警备总部就是约坛之后 就变成尸体 城市在台大的图书馆外面 所以这件事情是给大家的震撼力最大 听说最大的罪名就是参加台湾同乡会 我们大家都是参加台湾同乡会 我们也一直不敢回去 所以我也是过了十几年才回台湾 我的黑名单好在不是在警备总部 我的黑名单是上了这个大报的编辑 我的文章消失了很久 很多人就不认识我 听都没有听到过我的名字 听еленく twist 我响胡 我响胡 胡 我响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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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梅三部曲 它不只是一个具有自传性的长篇大和小说 浓缩了台湾从日志末期 一直到2000年政党轮替的 整个受台湾历史的一个缩印 跨越了三个世代 主角这个性质 他从小时候一直写到他出国 一直写到他回国来参与台湾的政策活动 咱们黄泉的价格有准备用某种情形 我们做种种 我们就在柔某的体会成果 我们才刚才穿准备去 哦 对 既然算到小说 哦 嗯 小说 质公共应该来的时间卖的 哦 全部当入身族 两只 我二岁的时候外公他就去世了 外婆就是点心的客家女性 一进外婆家嘛 就是有外公的照片 那那个照片看得非常的威风 头上戴着高高的礼帽 脖子上面是挂着 皇太子陛下送的金帐 然后身上穿的是燕威服 所以我们小孩子看到中 我觉得说 哇 这个外公怎么那么了不起 像个伟人呢 我很喜欢扬眉 小的是我们扬眉不大 可是所谓的街区就是两个走廊相对 对面一排房子 然后另外一面又是一排房子 那我们住家离国民学校很近 所以我蛮喜欢那个地方 因为我们在放学以后 还可以回到学校去玩 因为平时上学的日子 很多很多学生要抢着玩 所以我们抢不到 所以放学以后去玩 就是感觉到很满意 霉宋都田 nell民的房子 尽量的 psychology 单独画面で differences こう的時間 overcome 应该 TEJCO 这都此经典的 洋葬菐 满舞 哈孔孟海白仰王 两望丢花一律吧 哈孔阿妹组梅家 尊重梅家小花 来这边看 这是北巷 歪正三河在水尾汇河后 变成一条大溪 叫S溪 由北面驻入台湾海峡 现在闭起眼睛 想象你是从家印州 渡过险恶的黑水沟 来台湾寻求新天地的一个客家园 你们沿着S溪往上游走 走了很久 正因累积而想休息时 眼前突然出现了满山满谷的野生杨梅 黄娟老师的杨梅三部曲是从女性的视角去创作这样一部大河小说的时候 当然也有历史大河小说必须具备的历史脉络的发展 那但是我们同时更多看到的是真正在战争的时候 一般大多数人的生活在这里躲空难然后去种菜然后没饭吃的生活是怎么样 空室的世界我感觉到妈妈亲身处呢 搞得说我去洗衣服 但是那个空室的声音响了你们要去躲防空洞 结果呢我们就是跑出来看那个飞机 妈妈急得又忽然说 很太大 很太大 都不想事 不想事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一个 记得四年纪以后就常常做这种兜警报的训练 警报就表示说敌子已经到了头上来了 我们就要蹲在这个桌子底下 那么两个手嘛 拇指是堵着耳朵 那么另外的狮子是蒙着眼睛 小学里面都到四年纪 这是常常多警报 所以我们祖审到杨梅附近的乡下 就是二重夕 那么二重夕的时候 看到的第一个叫我们开心的 就是看到母鸭带着小鸭子在那里漫步 我们很好奇也很喜欢 搬到乡下之后 母亲带着几个小孩 那我们总要帮忙了 那我是老二 老大嘛就是帮忙厨房 那我老二就帮忙洗衣服 把每一天要洗的衣服就带到那里去洗 一定是早上洗好了 然后还要晾在竹竿上 那三名嘛 因为他那个时候比较外向 所以那时候跟父亲的男孩子玩得很好 那么经常带他去这个抓鱼 所以他就把他带回来 然后他就说 他像古代的打猎的男人一样 我们女的在竹内 男的在外面打你 然后把箭里面带回来给我们 如亲 这位我的旅行 那是 黃娟 他是战后第二代的女作家 那这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就是战后第二代 战后第二代是指1930年代出生 在1960年代初期 出现在台湾文坛的作家 他写生活所看到的 女性的家庭地位 社会地位 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 或是写一个年轻人 出社会了 学校毕业了 找工作 工作上面的不顺利 或是种种社会问题 他并不是一位远离红尘 那种不食人间烟火 这样的作家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 已经28岁了 所以当我开始写的时候 我已经有自己相当的思想 对台湾的社会情况 也有相当的认识 我写的是女人的命运 或者是妇女问题 爱情问题 也是一种刻法时代 等于是代表台湾 那个时候的社会 黄娟她在60年代的时候 在她的作品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的 所谓的当时60年代 女性的共享 共同的现象 共同关怀的 或者是外在给他们 给当时台湾女性的 很多的压力 或者是阻碍 或者是期望等等 所以她就会有 相亲的书写 或者是应该要 没硕之言 还是应该要自由恋爱 就是传统 跟现代价值观冲突的时候 嗨 这家子人真可笑 一路上好好的 全说秀已好 是一门好婚事 一回家呀 就出事了 老太太说 好端端的拿起镜子梳头 镜子却摔在地上打破了 还说什么母猫生的小猫 死了两个 而且一早上都没病人来看病 老头子就嚷不吉利了 年轻的又不敢开口 饶得掌权 总是啰嗦 这种家庭也麻烦 我看就算了吧 那个时候 日本的骑兵都住在回山市 骑着马很威风地过去 那那个我们看了看得非常的向往 因为那个马都是毛刷的发亮的 他们常常在口袋里面 装了一大堆的糖果 来我们向下地方走动 那么看到小孩们就分糖果 杏子看过的绘本里 就有冰队桑刷洗爱马的画面 杏子也很早就学会了风行一时的爱马进军歌 于是不知不觉地笛声哼了起来 回山市里面有个日本的黑带桑跟我相似 然后我们聊了很久 他就开始唱日本的军歌 那时候日本军歌非常的流行 我都很了解嘛 所以他唱的时候我就表示我的意见 也同情他 杏子在地势较高的地方 找了一块舒服的岩石坐下 面对绿海之中 点缀着红色果实的杨梅林 打唱她的军歌 起初她觉得很痛快 精神也饱满得很 可是慢慢地她发觉了 听四雄壮的歌词里 都隐含着伤感 那种预知死亡 却不得不壮烈成人的无奈 杨梅三部曲 透过杏子这个女孩子 她在杨梅接触到 当时战争所带来的一个 台湾人不知为谁而战的 这样的情况 但是她也看到同样是日本兵 她是一个日本人 然后那种年轻的生命 就要牺牲在战场上面的 那种对战争的一个恐惧 或是厌恶 她到了美国之后 所谓台美文学 跟她原来的作品 还是有很密切的连结 就是说生活性 她都取材于生活 这个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文学特色 她是带到美国去了 黄俊老师她就写到了 台湾人在美国 因为族群的不同被歧视 升迁不容易 或者是台湾人跟台湾人之间 互相歧视这样子的一个现况 把真实的人性给描磨出来 当陈世华的老板进入她的房间时 她还站在那个小窗口 有点迷失的想 自己日常起居的家 离开自己的故乡是多么的遥远 而她每天所作所为 与她故乡的人名是多么的不同 但是不知信还是不信 离开故乡虽然远 遇见自己的同胞并不难 虽然其中一些同乡 怎么也不能说是友善的 过去谈到留学生文学 在60年代 70年代 他们会比较强调一个二度漂流 就是从台湾 因为台湾不是他的母土 然后漂流到海外去 他等于也是再度的成为一个 在异乡漂流失根的人 那黄娟的台美文学 就是他写台湾人在美国 他其实是融入当地的生活表现 还有一个是他会关怀母土 因为台湾是他的故土 台湾是他扎根的地方 他到了美国以后 作品做了一件批判 他写 从美利堂事件到陈文辰 透过这样的一个政治事件 他想要去反省 检讨 所以他其实有一个观察的距离 这样的一个文学 其实在那个年代非常稀有 他想起了那一长串被捕人的名单 包括明教一时的民意代表 律师 文人等等 他们都是属于熟生爱国 用的只是一支笔 不外是鼓吹民主 自由 对时政提出善意的批评 和要求革新而已 这怎么就构成攀乱罪呢 义雄用力的摇头 恨不得肩膀上长了翅 立刻非返故乡 把人权 民主 自由 这六个大字 掌贴在故乡的天空上 台湾是1964出版的 那么五九六先生就说 他不怕 他说 你们只要有稿子给我 什么文章我都敢当 傅英雄认为 他编台湾文艺 是70年代以后 大概是我出国以后的时候 我常有稿件给他 他这个人了不起 都是我一公了 所以我不晓得他吃饭 饭钱是怎么来的 小说家或私人 很少涉及到政治 都有那种自我警种的心态 黄娟老师的杨梅三部棋 我记得是2005年7月 新书发表会 我觉得充分表达他对台湾 尤其是他的故乡杨梅的爱 经历过了一些什么 白色恐怖啦 228事件啦 然后包括陈文成什么事件之类的 他几乎全部都写下去了 这是台湾政治的三个阶段 一个是日记时代到国民党时代 然后到开始有反动 反对运动的时代 那房间就刚好都经历过了 杨梅三部曲 我写第二部这个阶段的台湾人 日子过得像寒蝉一样 就是你不敢坑不敢叫 那是从日本战牌开始 国民政府来台之后 台湾人过的日子就是寒蝉一样 杨梅三部曲写的是家族的故事 这个家族的故事 包括他的阿公阿嬷跟舅舅这一代 去呈现出那个年代台湾人的一个生活 那写到228看到大舅被抓 他当然会觉得愤怒啊 我大舅在朱利国校当校长 到了228之后呢 政府要抓顶罪的人 所以就抓他 抓了之后大人愁眉苦脸的到处去奔波要救他 可是他们也都不跟我们小儿子讲 我们小儿子也不敢问了 就知道大舅出了事 经过相当久 才被放出来了 可是他被拘捕的阶段 说了什么待遇就不知道了 天使开中 天使把刺难的同志 被泪为祖国担忧 黄娟在台湾本土化运动的阶段里面 他给自己找到一个很特殊的 别人没有的 而且前面没有人做过的 这样的一个题材的书写 非常可贵 黄娟的作品 他从开始写 从1961年一直到现在 他都是保持着一个社会参与的热忱 他透过一个作家的观察 细腻的一个观察 跟他的社会参与的心 他可能只有题材的变化 但是他的一个写作的初心 是没有变的 杨美三部却呈现历史上变迁最大的一个时代 那我是想说 要把台湾历史重建出来 这个是要写小名的故事 看着一般的平民是怎么过的 我经历了 我看到了台湾的历史 一般人的历史 一般人的历史 千万人的历史 写真一般的历史 你把台湾历史上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